第二百二十九章,真对,韩千和小坦克全部都被带走了,还有动了手的钱碗全部都被带走了,高旅行作为受害者也上了车,到了衙门口,事情很快就被弄清楚了,就是因为昨天衙门口公布了提供线索有奖,举报衙门口官员有功,市民韩某得到了奖金,韩千的消息瞬间就被放了出去,这个女人也就来找韩千了,没什么特殊的目的,就是要钱。 她的理由也有说服力,韩千曾在案发之前抽了她男人一记耳光,这个消息也是韩千衙门口怀疑的根源,当时有人听到说这个死掉的大唐经理驱逐了冯伦,是韩千出面把冯伦留下的,随后这个怀疑就被衙门口否决了。 冯伦是这些歹徒的头目,也是因为有他在才能让这些歹徒们冷静,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,有点牵强。 韩千戴着手铐坐在椅子上,衙门口的会议室中,曾经已经来了,李金海以及诸多衙门口的官员都在这里,针对韩千到底是不是冯伦的共犯,冯伦负责去做个红脸,而这个韩千负责唱黑脸。 提出这个怀疑的是检察院的人,因为冯志达的关系,他们很希望这个韩千有罪,这个提议刚提出,李金海当即开口。 放屁,韩千没有任何作案动机,他要钱有钱,要权有权,他妻子是畅想的副总裁,岳父是股东,岳母是部队中的文职,他没任何理由去犯罪。 另外,你们也知道了韩千身上的伤。 花音落,检察院一个被冯志达提拔上来的检察官,开口冷声道。 李局长,据我所知韩千已经和温父总裁离婚了,他们已经不再是夫妻关系,或许是韩千走投无路。 李金海拍桌怒道,远距凯隆的酒店监控,你们都看过,韩千和歹徒厮杀的场景,你们也见到了。 如果是共犯,他们为什么会自相残杀,为什么要放温暖或燕青青离开案发现场? 韩千的伤,现在医院也有记录,另外,他是完全可以逃走,没有理由留在这里的。 那怎么解释,他在案发之前,对死者赵卓出手,去维护冯仑。 在场那么多人,谁知道冯仑就是歹徒,你们当时也有在场的,你们有看出来? 不论如何,韩千应该承担责任,当时他手里有武器,完全可以保护冯志达不受伤害,可他只保护了女人,为什么不能理解成为他和冯仑合作的目的,就是为了讨好这几个女人。 这个检察官的年纪不大,三十一二岁左右,唇红齿白,戴着一副金丝矿的眼镜,看着很和善,可这话确实不怎么好听,就连成紧都皱起了眉头。 李金海冷眼看着这个年轻的检察官,冷声道, 杜康,当日案发时你,也在酒店外,在和歹徒谈判的时候,你为什么没进去? 韩千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,你让他和歹徒厮杀? 凭什么?你他妈告诉我凭什么? 杜康抱怀冷笑, 韩千以前是你的外甥女婿,李局长肯定是要维护韩千了,另外冯仑的话怎么能信? 难道说我们衙门口大半的在职人员全部都涉嫌了犯罪? 为什么韩千能联系到冯仑,而我们不能? 我们做过调查,这个韩千曾经触犯过法律,有暴力倾向, 另外和八区徒销关系很近,先将他定罪,其他事情可以慢慢查。 这番话出,李金海已经被气得脸都清了,转头看向成紧,眼神中满是怒火, 暴露韩千身份是成紧一伙人的注意,现在他就要看成紧怎么说? 成紧看都没看李金海,食指交叉地放在桌上,看向杜康检察官轻声道。 杜检察,我想问你们这个衙门口一句话,难道说有人触犯了律法,被判了罪名, 出狱或是解释清楚后,咱们就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他们。 现在我们不去纠结韩千,而是我想知道,是不是检察院和所有衙门口队已经被惩治过, 反省后出狱的人都会歧视,现在再说回韩千,他第一次触犯的法律是什么罪。 杜康丝毫没有觉得他有错,昂着头朗声道。 他在三年前曾经已敲诈,挪用公司财务被起诉, 陈市长,钱科既然被记录,罪名就要跟随他们一辈子,有什么错? 陈锦的面色渐冷,沉声道。 钱科是烙印,钱科是在告诉他们犯罪之后在社会上会受到影响, 让没有犯罪的人以此为警戒,让不是他们低人一等,你们检察官又高人一等。 冯志达的事情我现在还没去查,谁是清白的,谁是肮脏的还说不清楚, 不是说你们是检察官,你们就是干净的,韩迁最后结果如何。 荣耀副总裁温暖是不是去告诉你们,公款和敲诈的事情全部都是误会, 是他为了证明在公司的能力和地位允许韩迁这么做的。 掐头去尾,断章取义。 话落成锦还有些生气,站起身冷声道。 怎么?你们一个个都找不到冯伦的半点消息, 现在韩迁联系了冯伦拿到了一些罪证, 你们又要把韩迁处理掉。 你们是担心韩迁掌握了你们的把柄还是说在维护冯志达。 我不管你们在想什么,只要我承紧坐在这个位置一天, 衙门口我会清理得干干净净。 我不让纪检的人抓人, 我有的目的,不代表冯志达就是清白的。 另外,李局长, 韩迁的事情你不要再掺和了, 必闲吧。 听此,杜康有些不甘心地开口道。 陈市长,难道现在就放任这个韩迁? 我们没办法证明他有罪, 但他也没办法证明自己没有罪。 陈金冷眼看着杜康, 冷声道。 当一个歹徒持枪侵犯一个女孩子的, 你会怎么做? 杜康想都没想, 开口就到。 不要冲动, 冷静报警。 那在你报警的这段时间, 歹徒成功侵犯了姑娘, 并且将其杀害, 那该怎么办? 杜康沉默了, 陈锦随后再道。 我再问你, 如果你在远距凯罗案发地, 你有机会离开酒店, 你也可以回去救人, 你会怎么办? 当十几个杀人泛用枪对准你的时候, 你还能保持现在的这一份冷静, 并且再把一个歹徒殴打致晕。 单独和冯伦相处, 你有勇气去用螺丝刀刺穿冯伦的腿, 在明知道会被枪击的情况下, 你有勇气? 你什么时候有勇气, 并且做出这些其中的一件事时候, 你再去怀疑一个冒着危险帮助衙门口破案的人吧, 检察院? 该查一下了。 早就说过, 陈锦不太好说话, 那天和韩谦的谈话, 他是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市长去谈, 韩谦这个孽障虽然无礼, 可陈锦想要的他都给了, 并且明知道会暴露身份的情况下, 没有强烈拒绝反抗。 杜康的脸色男看到了几点, 他来之前给冯志达打过了电话, 他们商议必须要让韩谦入狱。 他们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 冯志达还不知道韩谦知道了他做的所有事情。 陈锦走出了会议室, 李金海看向杜康讥讽道, 就冯志达, 他配吗? 你们检察官配吗? 先想着怎么把自己摘干净吧。 戴着手铐的韩谦趴在地上, 把双手压在身下不让人去碰他, 携视那个把他抓来并且戴上手铐的家伙, 淡漠道。 陈床警官, 你们说抓我就抓我, 说放我就放我, 真不好意思, 去让陈锦过来给我解开, 不然别怪我和衙门口同归于尽, 来啊, 你不是第一次看到我就嫉妒我, 怀疑我吗? 把我扔进监狱啊, 陈床的脸色难看, 韩谦见此撇嘴道, 杀, 逼, 本章结束, 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, 请给我个关注, 点赞, 收藏吧,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